每天晚上都会看到一群热爱桌球的民众聚集在草屯商林里活动中心的桌球室 大家以求会友一起打桌球 对于上班族来说在运动的过程中 不只可以抒压也能够结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越打越有兴趣并且热在其中 所以觉得在这里然后又可以聊天又可以运动 然后又认识很多好朋友 把工作的烦恼都丢掉了 所以来这里很开心很快乐 为了漂亮 为了健康 运动才会漂亮 班长他就不常识来的就教我们练球 告诉我们那个球要怎么练 然后要怎么接招这样子 无形之中我们就会学到很多不同的技巧 打球的技巧 像我现在就越学越有兴趣 几乎每天来报到 进步很多 因为我们这边高手很多 我们就是跟着他的脚步这样一步一脚印的这样打上来 班长洪习欣 感谢商林里提供活动中心场地 让他们能够继续练球 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 欢迎爱好桌球的社区民众踊跃参与 一起来运动 就是延续我们以前在草笼打球 然后一些我们好手也是到这边来继续打球 获得上林里长向四姐鼎力的支持 支持上林周围公司的成立到现在 有三年多 还有检士圣议员对我们的教球队也非常非常的支持 在期间我们有办过会内赛 邀请赛 还有邀请各单位像南投县地震工会 还有我们也有办中秋晚会 我们球员里面目前有38位 就是来自我们草笼 就是个礼 喜欢我们桌球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努力成立的 先缘简之声表示 桌球运动老少嫌疑 有益身心健康 未来也会持续的支持 让桌球深入社区也向下扎根 带动社区休闲运动风气 为了健康两天而已 所以大家在打球打得很高兴 也有参加过比赛 我本身也有赞助他们 我也鼓励能够好好的 能够运动 好好来打球 希望我们有空就到社区里面 打打桌球 用到一些朋友 其实说球技也不错 目前共有38位班员 来自草笼各里 除了平时的练习之外 每年会固定班里 两次会内赛 及不定期举办邀请赛 期望透过比赛提升班员的球技 并与其他乡镇及外县市的 桌球好友联谊交流 记者洪一轮 草笼正采访报道